出乎意料肖战和哪个女孩穿情侣装? 杨子很时尚,很有气质,杨子的粉丝称呼他为小猴子。 她是第一个与肖战穿情侣装的女孩,两人同框时,身高差很明显。 肖战她在娱乐圈当中的地位和知名度,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, 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,肖战能够取得这样高的地位, 对,与她自己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,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与她前妻的辛苦是密切相关的, 就像是她前面的辛苦,才造就了她如今这样坚强的心智, 以及才成就了这么成功而又让观众觉得闪亮的她。 但是人红是非多,这句话一直以来都是很对的,而且也算是人生哲理, 明星们每次在走红了之后,他们以前的所有事情都会被放大,而且会被大家扒出来。 在肖战身上发生的事情,就是因为她的粉丝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来得过激行为, 给那么多的人都造成了伤害,所以这件事情在网友的心中是不可原谅的过错, 大家对于肖战也是因为她粉丝的原因,不太喜欢,甚至是观众们都有一种让大家觉得太疯狂的感觉, 毕竟好像这次肖战粉丝的做法确实是触碰到了观众们的底线。 而最近一段时间的肖战,她也是消失了很长时间, 让大家都很好奇她到底是去做什么了,可能也是因为想要去避避风头吧。 而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因为肖战她长时间没有露面的原因, 所以粉丝们也只能够去翻看她以前的视频来解馋, 之前在视频当中的肖战,她是很接地气的, 甚至是在视频中有一个粉丝,她也是光明正大的和肖战穿上了情侣装, 而网友们也都称呼这个女孩,是第一个能够这么大胆的和肖战穿上情侣装, 甚至是还能够和肖战一起并肩站在舞台上的一个小姑娘, 那个时候肖战还不是很火,所以对于这件事情, 大家的反应还并不是那么的激烈,而且大家都觉得更为的欣慰。 而当肖战和这个小女孩两人在同框的时候, 网友们也都在评论区留言,两人的身高差,莫名看起来非常的甜。 而肖战和这个小女孩的关系也是让观众觉得很微妙, 因为这个小女孩,她追随在肖战的身边已经很多年了, 成为肖战非常铁的粉丝。 肖战和自己的粉丝会穿情侣装, 也足以证明肖战的接地气的样子, 而肖战她在观众心中的地位, 如今是越来越高了,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粉丝的过错, 对肖战存在那么大的质疑, 毕竟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努力的小伙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